那想请问大家有看到我分享的画面吗 还有就是我说话的声音 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就是介绍EBSCO的资料库 那我们的课程有做录制 所以如果后续有需要的同学 可以在跟图书馆收取这个影片档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同学 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那个代码 就是换成自己的就是中文名字 那如果同学登录的时候 你是英文的名称 不管是英文名字或拼音 或者是你就是一个一串数字 都请同学就是在聊天视窗当中 就是打上同学的这个就是中文姓名 然后我们会在会后把这个资料整理好给这个图书馆 所以如果我们是只有看到一个英文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辨识是谁 所以请同学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个参加者名单当中 自己的名字是有没有出现自己的中文姓名 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那请同学就是在聊天视窗当中就是打上去 或者是麻烦就是私讯给我也可以如果不方便透露给大家看到的话 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开始 那我们就先从简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个是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接着是它的操作的部分 那我们的公司名称叫Exco 大家可以先有个印象 那我们的公司它的工作主要就是任务 就是提供各种的资料库还有平台给大家在学术搜寻上 有一些帮助 那我是负责教育训练的工作 今天会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平台上的一些简要的这个功能 还有就是哪里可以帮助大家 比如说怎么做汇出的这个功能 或查找特定的期刊杂志 然后使用我们的APP等等 好那我们的公司的话呢 总部是在美国的波士顿的郊区就长这样 这是其中一个区块 其中一个园区 那我们离那个哈佛大学没有很远 就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那我们公司是一间私人企业 我们没有上市 我们是排名前两百大的私人企业 根据这个富比市杂志的统计 那我们的这个公司创立于1944年 那我们的公司名称比较不一样 不是一个英文单字 是因为它取自于我们的创办人 Alton B. Stephen 的这个缩写 EBS 然后再加上Company公司 就是我们的公司名称 那我们服务全球超过十万间的图书馆 包含学校 企业或者是医院等等 那我们提供的内容是各种资料库 那有医学的 有商学的 有不同学科的 那加总起来有超过400种 这400多种资料库的话呢 它里面的内容 它不是那种数据型的 它是那种文献型期刊类的这个杂志 或这个许刊 或者是电子书 那如果是计算这个期刊的话呢 加总起来总共有超过9万种 如果电子书的话呢 有200多万册 那这些书期刊 听起来好像我们公司是个出版社 但实际上我们公司 它不是出版社 它比较像是一个资讯公司 它是一个aggregator 它会去像集成商这样子 跟不同的出版社合作 然后把他们出版的期刊 杂志 报告放在EBSCO平台上 那我们再制作成不同主题 给需要的学校或系组订购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角色 那我们的公司有个本传 叫EBSCO台湾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找一下 因为我们等一下的练习 会用上面的一个 就是有奖政党活动来进行 那我们EBSCO有很多的资料库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是其中的这个使用平台的部分 这个使用的平台的话呢 它就是像大家常用的Google 它是单一一个搜寻框 那这个单一搜寻框的话呢 它在查找的时候 可以去查找我们馆内订购的 大部分的电子资源 因为我们都知道 图书馆买的期刊跟杂志 如果是在以前的时代 我们就走进图书馆用翻的 架上的各个出版社的 用翻阅的 那到了现在这个时代 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网站 所以当我要看E出版社的电子书 电子期刊 那我要去它的网站 那我要搜寻的话 也只能搜寻它们家的网站 那其他间的就要去不同网站 这样去做搜索 那全球的出版社重要的也有很多家 那我们可能要在不同的使用平台 去做切换 所以这个EDS就衍生 是衍生出来的服务 那就是提供一个一站式的搜索 像Google学术这样 帮大家可以节省这个 跨平台搜寻的时间 因为它已经事先跟不同的出版社 取得资料的授权 所以大家可以在Apps Code平台上去查找 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期刊文献 那比如说我们刚看到 线上有老师参加 比如说我们Pamay Pamay的话呢 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期刊 最主要的话呢 是Manline这个资料库 那它也会把它搬移过来 所以它的内容就是涵盖不同学科 那它跟Google学术又不太一样 我们的资料是比较完整 从出版社取得授权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多的方式来做查找 那也就是像Google学术 我们就只能用一些简单的栏位来做搜索 会有一些不同 那我们的这个认证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图书馆的平台上找得到 如果我们校内老师有需求的话呢 他也可以跟校内的这个 就是学习 作为学习系统就是合作 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指定同学 约读一篇文章 我们可以在搜索平台上找到之后 然后放在我们的教学大纲当中 那同学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有合作的几间这样的平台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在下询图书馆 那我们的这个EDS将来会做一个改版 预计可能就是今年或明年 那他会有一个概念构图 那先跟大家做个预告 因为我们下一次不会来参加 那这个概念构图的话呢 就是像这样子 他提供一个除了传统的搜寻之外 他把大家常用的关键字 变成图像式的 那他会在各个图像圆圈当中 像泡泡这样 列出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他就是像不同的主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探索 然后也可以 这个泡泡点击之后 右上方会变成像这样的关键字的查找 所以这个是未来 那我们的Apps Code也提供APP 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APP的下载跟认证的方式 然后APP它的好处就是 方便大家随时查 所以我认证好之后 我就可以在30天内 随时切换不同的网络做查找 所以使用上相当的方便 那EDS将来也会做改版 刚刚有提到新的画面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等日后大家就会看到 它都会设计的比较亲民一点 好 那接着我们就进到我们的这个 资料库的使用画面 那我们首先请同学们 老师们一起进到我们学校图书馆的网站 那我们从学校图书馆的网站 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进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那图书馆把我们的服务呢 放在这里 大家看到现在分享的画面 这边有一个馆藏目录 有一个整合查询 电子期刊 资料库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们介绍的是整合查询嘛 所以它不是一个个别的资料库 所以大家如果要找到Apps Code的话 请点选上面这一排的标签当中的整合查询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打上一个简单的关键字做一个搜索 然后比如说搜寻SDGs 然后我按查询 那它接着会跳转到登录的画面 那如果我们有这个就是账号跟密码的话 我们也可以就是直接做一个登录 那这个账号密码的话呢 就是我们学校同学的学号 或是我们这个员工 就是老师们的这个就是ID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来做一个登录 那我这边使用图书馆所提供的这个 就是临时性的账号密码来做一个登录 那登录成功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 只要可以上网 就可以随时搜寻这些资料库 所以这一组账号密码的话呢 在大家就学期间其实很有帮助 我们可以使用的资源就会相当多 所以现在我就直接进到这个画面来了 大家有看到我刚刚搜寻的SDGs 它已经直接带入搜索 找到五万多篇的文章 那这边的话呢 大家如果不是用这个例子的话 你可以点左上方的新检索 把关键字都清空 会回到我们的首页 那为了让大家可以边听 边操作 就是不至于听了一个小时 然后就忘记了 我们来设一个小小的闹钟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给同学我们两分钟的时间 一起进到我们这个画面来 那我们这个画面的话 刚刚有提到 图书馆的首页的整合查询 这个标签 随便打上一个中英文的字词 然后进来之后点新检索 左上方的 它就会回到这里来 那我们就请大家 一起同步做操作 那这样等一下 我们也可以一起同步做练习 那我们如果 已经可以进到 这个使用画面的话 请同学帮我在聊天视窗当中 打个1 那我们这样 也可以提前知道 同学们是不是 有进到这个使用画面当中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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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蛮多都已经 就是进到这个使用画面了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 报告怎么样去做一个搜索 那我们先利用 我们的有奖政达的题目 我们的有奖政达题目的话 一般图书馆都会放在这个 最新消息这里 那最新消息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看 这边的 就是公告 那这边的公告 我们可以点一下活动跟展览 看一下 有没有 那如果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请同学 就是进到我们的脸书 那我等一下会把网址贴给大家 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路径 那在我们的脸书 大家可以搜寻Exco台湾 我们的粉专的 这个 就是9月28号的贴文 它应该是置顶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保在下面 那我们是一个跟体重管理有关的 有奖政达活动 那这边的话呢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活动连结 那这个活动连结的话呢 是关于 就是一些体重管理的健康知识 那我们的活动是 三个月 为期三个月 每个月会抽一次奖品 所以实际上 10月11月都已经各出 抽出一个AirPods二代的一个得奖者了 那我们 大家还有机会抽中12月份的 12月份参加人就比较少了 所以大家机会可以再多一点点 那我们只有两题 所以等一下其实大家回答两题 就OK了 好 那我们 这边的话呢 12月的第一题就是说 我们下载这个APP 然后APP开通之后呢 就是把我们的文章连结 传到LINE的群组 所以这边的部分会有两个要完成的 一个就是下载并开通我们的APP 第二个就是加入我们的LINE的官方群组 所以这部第一题的部分是这个 那这个我们留待等一下说明 那第二题的话呢 是搜寻题 那这个搜寻题的话呢 我们是引用这一篇文献 这篇文献的话呢 他有提到就是 我们都知道如果关于减重的话 有的人说他吸空气也会胖 喝水也会胖 那实际上喝水的话呢 在减重的部分其实也有一些帮助 这篇的参考来源是提到说 用餐前30分钟喝500cc的水维持12周的话 受试者的体重呢平均就是减轻1公斤多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 因为你都喝了500cc的水了 那自然吃的饭就会比较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搜寻的时候的一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的话要怎么进行 我们就用它来做搜索 那这边的搜寻的话呢 我们不一定要去找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用这个水的好处的关键字来做查找 那当然同学如果你有自己的东西要查 不想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没关系 我们只是用这个例子来做说明 那等一下我们今天这个 大概一个小时的课程 那讲完之后 你也同时完成了这个活动 那就是又可以参加 又可以参加又讲真打这样子 那我们的这个搜寻的话呢 它分成基本检索跟进阶检索 基本检索就这样 进阶检索的话呢 栏位会比较多 那这边做的查找呢 同学可以打上中英文的关键字来做查找 这边的界面语言 它是可以做切换的 如果大家习惯看英文的话 那我在做这个整合查询的时候 我到底是查哪些资料呢 它基本上就是查图书馆订购的 大部分的英文资料库 都可以做一个查找 那中文的部分的话呢 像这个华裔 国图博硕士论文 或者是有林网这些 那有合作的就可以做一个查找 那如果是 就是对岸的像这个 万方资料库 那也可以做一个搜索 那没有合作的像中国之网 他们就自己独立 没有跟任何厂商合作 那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数据 那我们搜寻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只是单一的关键字按检索 那就跟Google差不多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提下几个重点 就是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我们的关键字 如果可以越完整越好 怎么说呢 当我点检索之后 大家看到我现在搜寻到 30多万篇的文章 那这样的资料 有点是太多 那太多的话呢 我们的关键字如果可以再更聚焦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搜寻会比较准确 比如说我们的这一次的搜寻 它的重点是跟体重管理有关 就是我们喝水 水的好处很多嘛 或是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如果希望跟减重有关的话 大家可以把一些 就是关键字打上去 比如说肥胖 那或者是这个高BMI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不同的关键字 打上去做一个搜索 那搜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看 再加上不同的关键字 那我们在做搜寻的时候 这一个搜寻框 它其实会有提示的字次 那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去选择 就不用像我这样子用打的 那我们搜寻的时候呢 上下我们选择end end的话我们选择布林逻辑 or 那我们同学应该都上过很多堂 这个图书馆所开的 邀请不同厂商来的系列的课程了 所以这个布林逻辑 我就不特别多说 它主要就是交集 然后这个是or 联集的部分 那or最主要的用途 就是扩大我们的搜寻范围 也就是说我搜寻的话 我可能从字典找到肥胖这个字 可是肥胖这个字很多写法 那我如果搜寻的时候 把它不同写法一次打上去 那用这个or的布林逻辑 它就是一个或的观念 我搜寻的时候 找到这个字或这个字或这个字 那它都会帮我们展显示出来 所以你就是不同的关键字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上下分开 相同意思的词汇可以放在同一行 那我们加上BMI 就肥胖这个字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搜寻的笔触就少很多了 就剩下2000多篇 所以我们搜寻的时候 会建议大家 我们的关键字如果再准确一点 可以再更加一下 那我们的这个搜寻的话呢 看到这个结果2000多篇 找到的资料 如果大家的关键字 需要做一些调整的话 我们也可以随时去调整我们的关键字 看一下其他的搜寻的列表当中 就是这个结果清单当中 可能有一些它的资料 它是有不同的 这个就是 这边有不同类型的关键字或主题嘛 那我们可以看看是不是有我们需要的这个关键字 那这样也可以把它加上去 所以这样搜寻的时候 会比较有这个 就是准确性会再高一点点 那我们搜寻的时候呢 现在找到的文章是按照相关性来排的 那我们如果要做一个限缩的话呢 左手边这边可以看得到 它有几个筛选条件 那第一个筛选条件是全文 那这个全文的话呢 会建议大家 这个全文先不用勾 因为我勾的话 2000多篇文章 剩1000多篇 那它不是多少的问题 那重点是 如果勾了全文 这些连结或是PDF 就是学校有权限使用的 可是我们搜寻到的文章 我们希望可以找到我要的 那这剩下这1600多篇 有可能不见得都是你要的 你要的可能刚好没有全文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全文是 打call的状态的话 你是你没有 学校没有权限可以使用的文章 我们是看不到全文的 那就会比较可惜 就会建议大家 如果搜寻文献 是希望查比较全面一点的话 这个全文先不用挤着勾 那再来是紧末路 末路的话呢 就是查图书馆的馆藏的书籍 所以这个平台连馆藏的书籍 也可以一起查 那这边有一个同材评件 同材评件的话就是打勾 可以把这2000多种当中 期刊当中它是属于学术期刊 而且是同材评件机制的 可以挑选出来 那我勾选完之后 这个XX可以随时点一下 可以移除掉 那日期的部分的话呢 这边也可以去拉拳 比如说我不喜欢看到 那么久远以前的文章 我们刚刚的这个例子啊 它是2015年的样子 还是201 忘记了我看一下 这个文章的话呢 是2015年的 那我如果希望看2015年之后 有没有再更多的文章 关于水的部分 那我就用拉的方式 拉到2016 这样的话它就显示出 2016到现在的文章 我们就可以接续看 那因为特别是医护相关的期刊呢 它的文章是在搜寻的时候 很多都会希望搜寻近五年内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看的资料会比较新 因为很多新的医学研究 常常会推翻旧的 所以我们搜寻的时候 可以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 年代的筛选 然后再来资料的类型 它有这么多 如果要以学术康物为主的话 可以打勾 那主题的部分就是这个文章 它所谈论的主题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它就是文章谈论的主题 它会做成一个标签 如果大家用过一些中文的资料 比如说华裔 国土的博硕士论文 台湾期刊论文网这一些 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没有主题这个东西 它其实有关键字 那个关键字呢 是作者给的 然后系统把它收录之后 建成档案 所以我们可以用关键字去找 作者给的关键字 那这个主题通常是第三方的一个 公司学会或者是单位 它针对这个学科呢 它去建立不同的这个主题 然后它就可以像标签一样 贴在这个文章上面 所以我可以用主题的方式来做搜索 它可以弥补作者所给的关键字的不足 因为有时候作者他给的关键字 可能就想到什么就打上去 那这个主题的话 它会是稍微完整一点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主题 所以我可以用主题来筛选 也可以用主题来做搜寻 然后出版品 就是这个文章是哪一本期刊出的 哪个出版社出的 文章的语言 然后文章是谈论到哪个国家或区域 那接着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搜寻的时候 它是跨不同平台去做查找的 那我可不可以单独把我比较常用的一些拉出来看呢 可以的 就在左手边这个内容提供着 我们点显示更多 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点名称 点名称它会做字母的排序 那这样我们在阅读上就会比较清晰 因为一般是按照结果做排序 所以如果我要看一下华译的 就有两篇 你可以把华译拉出来 然后如果是万方资料库 这边有一篇万方的 然后Sino的话 这有一个是护理学的资料库 那考克兰也有 考克兰其中一个资料库CDSR 是收入系统性回顾的 文献 我们也有收入 有一篇的文章 然后这个Dynamic也是我们福大医院那边有订购的一个医学的 实证医学的资料库 那其他有不同学科 比如说工程相关的I3POE 甚至呢 这个Mainline的话呢 就是Parmic上的Mainline Parmic它的内容 它有3400多万篇的文献 Mainline呢 占了它其中80几的资料 2900万笔 那我们把它2900万笔 也取得授权放过来 所以我单独看Mainline就把它打勾 然后 其余的话呢 像老师们可能要做研究 要查WebScience的话 这边的SCI1或者是SCI这边都可以去做勾选 所以如果我们线上有研究生老师可能就是想说我要挑一下SCI SCI有收入的 那我就把这两个勾起来 那或者是说Science Direct也是一个全球最知名的这个期刊 学术期刊SVR它的实用平台 那我想看一下这三个 或者是Spring也是重点的刊 就是我先把品质比较高的文章先挑出来 那我就点更新 点更新的话呢 就可以看得到这些的文章呢 它的这个结果页面有83篇 然后第一页显示1到10篇 那我可以透过这边有一个页面选项的每页结果来调整每页的篇数 所以我调整50 这样就不用看了一下就点第二页第三页 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下拉就会显示更多的 我们是要一页一页按的跟Google一样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文章 因为是JCR有收入的嘛 就是WebScience有收入的嘛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影响指数的话 你直接点这个JCR影响指数 那只要你经过认证的话 像我刚刚是透过图书馆的认证系统 我就可以直接定位到这里来 那这边的话好像看不到了 所以大家可能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可以 那只要图书馆有持续订购JCR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数字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就是有这个全文的话 这边有个Vortex Finder 顾名思义它就是去发现全文 所以如果要看这篇文章的话呢 点选它会出现一个选单 这个选单的话呢 那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menu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它会有一些选项 有一些可能会有全文 那点击之后 那它会帮我们带过去 那如果连过去的那个单位或出版社 这样SV的就这一篇 那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如果是学校订购的话 SCI SCIE的挑出来的这边嘛 那我就点它 点它之后呢 它也会帮我们带过去 那这边的话 Easybox好像有点问题 所以这边 大家可以再试试看 我们的是不是可以用 有问题可以再跟图书馆反映一下 那这个是连到websites的 这个连到JCR 那如果是有全文的话呢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去做发现 那有些是有提供PDF的 有些是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呢 它如果对大家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话 我们可以点文章的连结 点了文章的连结 它会在下方出现DOI码 这个DOI码的话呢 大家搜寻一下 你也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有可能是websites的 所以你直接点看看 如果不行的话就要订购 订购的话一天大概就是五十几块 或四几块美金不等 所以这边是跟大家提一下这个文章 那文章如果是我们有看到PDF 这样的字样的话呢 就代表说这个文章 像这个HTML跟PDF 这个代表是我们有收入 它的选文 那有收入的话呢 大家直接点选 你就可以看得到这篇文章的内文 那这个内文的话呢 下载的按钮在这里 那我也可以点右手边 我点email也可以 我可以把文章记给自己 然后要取得引用的资料就点这里 这个site引用的功能按一下 会看到APA第七版 或还有其余的不同的格式 这边的汇出的话呢 点一下我可以汇到 andnote或readwork这样的一个 就是数目管理软体当中 那如果要汇成Excel档也可以 所以这是右手边的主要的功能 那PDF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做下载 所以这个PDF代表是 由Excel档公司提供的 那如果是HTML全文 是我们的另外一种格式的全文 它可以让大家去 就是得到两个额外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翻译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章翻成文言文 或者是粤语 如果我们线上有港澳的同学 它有文言文 有粤语 还有翻题中文 还有间题中文 大家可以试着翻译看看 那第二个是 它可以念给我们听 我们可以圈选一个段落 然后呢 点Listen 或直接点播放 它会从头念 那我们就可以听到 这一段的这个声音档 那这个声音档 那这个朗读效果还不错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听看看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就跟大家提一下 怎么完成我们的有奖增答活动 那我们的有奖增答活动的话呢 就请大家要挑选 这个PDF档 那我们先在这边呢 把这个内容提供者 把它勾全部 这样的话就不是只有少数几个 然后这一千多篇的话 大家可以把全文勾起来 勾起来就可以看得到有全文的 那我们的这个有奖增答活动的话呢 要寄这个 就是文章十篇PDF到活动信箱 所以这边的话呢 活动信箱先抠起来 那我们的文章 请大家要找到有PDF的 这种往外连的就不用 那我们可以去点这个加号 这个加号的话会变颜色 它可以让我们把这个文章 加到这个资料夹当中 那为什么要加到资料夹呢 因为如果PDF大家点开 你一个一个记要记十次 有点麻烦 那透过这个加号吧 这文章加到资料夹之后 我们就可以一次记很多篇 最多可以记五百篇 那你就可以 但我们没有要求同学注意五百篇 就是十篇就可以了 十篇下 那这边的话呢 大家可以就是在这边 去做一个勾选 那我勾选完之后呢 我就随便勾了 十篇或者是应该有超过 我就点资料夹 这时候我就点电子邮件 勾选全部点电子邮件 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它会有两个栏位 一个是电子邮件的目的地 就是我刚刚call的 那我们感谢图图馆帮我们复制了这个有奖真达的网页 大家可以同步做操作 那这边有个重点就是 上面有个电子邮件来源 这个电子邮件来源的话呢 请大家务必一定要用自己的email信箱 你不管去mail或者是学校信箱都可以 那打上去自己的信箱之后呢 copy 起来 然后我们就点传送 我们就会收到你寄来的这个pdf档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有奖真达的页面 这边有一个请在此回答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呢 看到这边有一个叫我们留下email 我们就打上去 那上面这一题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请同学传送连结 那我们等一下会提 所以我就先勾示 然后点下一步 它会请大家呢 去就是留下你的姓名资料 然后按提交就好了 所以同学如果等一下完成就可以参加 那我们先把这个 就是先让同学来做一个文章的寄送 同学可以把这个关键字呢 加到这个我们的这个ETS当中 然后我们搜寻的时候 去点这个架号 把文章叫到资料夹 再从资料夹呢 做一个寄送 那大家可以就是做个练习 那我们做练习的这个时间的话 我们就是大概五分钟 如果不够我们可以 这堂课结束之后 大家再继续 那我们就利用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大家练习看看 那练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在聊天视窗当中 打出来或者是开启麦克风 或者是说要到最后的时候 问答的时候在一起 说也可以的 那我们先大概四分多钟 请大家搜寻一下 然后把文章寄到我们的 这个活动的网址 那如果就是操作过程当中 大家有问题都可以举手一下 那我们就四分多钟 大家练习一下 如果大家练习完的话 请在聊天视窗当中 帮我打一个2 那这样我们就知道 同学有就是完成 那我也能忍着 Interesting 我四分钟 лек 小楽 我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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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要完成的是APP的开通 那大家可以去Apple Store下载我们的APP 那我们的APP的话叫做Apps Code 大家可以在Play商店或者是Apple Store当中找得到 那我们找到我们的APP之后它是免费下载的 免费下载之后呢大家可以就是用GPS定位 如果我们在学校的话看能不能出现我们福大的名称 那它会出现的是福大的英文校名 不是这个就是中文的 那如果我们大家要就是GPS定位不到的话 我们可以输入英文的校名我们可以输入福人的英文 就是那个FU-EN 那打上去你就会看到下面就会有一个福人大学标注台北台湾的 那你点它点那个连结你所在的机构 然后点继续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就是跳出那个登录画面 这个登录画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使用刚刚图书馆的电子资源的那一个登录画面 就是进到EDS的那一个 那你登录之后就可以用了 所以它认证方式其实很简单 认证好之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 30天内你就不用每次开每次登录了 登录一次可以使用30天 关闭之后再打开也可以用 那这边是搜寻图书馆的画面 然后呢登录成功之后啊 就是30天内你可以输入关键字 找到文章 找到文章之后点击文章的连结 然后就可以看得到文章的摘要 那下面有一个阅读全文 那我们要转发到LINE怎么转发呢 右上角这里有一个转发的按钮 这个右上角转发按钮大家按一下 如果你有先加入我们的LINE的官方账号 我们的LINE的官方账号叫 Apps code台湾 Apps code TW这一个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LINE的官方账号的话呢 我们也贴给大家好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就是一起就是来加入一下 那加入之后呢 我们的那个文章点这个 右上的这个转发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文章转发过去 那我们转发过去一个就好了 那这样我们就在LINE收到通知 那大家要再把我们放锁也没关系 只是说这个流程就是大家下载APP 然后找到的文章呢找一篇 然后就是加到我们LINE的官方账号 就OK了 所以这个是LINE的官方账号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你也可以扫这个条码 来加入这个好友 这个是QR code 大家也可以扫一下 这样比较快 那这个是我们得有奖增打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快速的去完成 然后12月就可以参加抽奖 那我们会在就是1月初的时候 就大家期中考前应该就可以 确定是有没有得到这个奖品 那如果大家要核对一下有没有中奖的话 记得到我们的Apps Code Taiwan的这个粉专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边有公告的11月的得奖者 11月得奖者的话是北户的一个同学 那10月的话是中三大学的 所以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做一个参加 那接着回到我们的EDS 我们再跟大家提一下 刚刚提到的是关键字的查找 跟资料夹的使用 那我们接着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期刊的查找 我们这个上面有一个电子期刊 那同学如果要搜寻期刊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搜寻期刊的就是资料 图书馆的网页上这边有一个电子期刊 那这个可以搜寻全馆内有订购的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出版品的话呢 这边你可以去查找这些电子期刊 所以比如说我们应该很多大学部的同学 那我们如果想看一下时代杂志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搜寻time 那时代杂志点了之后搜寻之后可以看得到 它有一个ASC的资料铺收入1923到当前 那今年是2022 所以它其实有99年的时代杂志 那我要看的时候就点这个连结就好了 其他的资源也是一样的 点了之后呢 因为我们的openessence它会自动去做认证 所以就可以看得到它创接过来 这里 然后这个时代杂志就在这里 出版社的网站 我点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时代杂志 那这个时代杂志的话呢 就是一年的订费 大家看到5000多块台币 纸本加数位版 所以如果你使用Apps Code的平台 你就一年省下5000多块台币 就不用去花钱 这边有个12月5号的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一期的时代杂志 有29篇的文章 那29篇的文章的话呢 有PDF跟HTML全文 如果是PDF的话呢 就是那一期时代杂志的那篇文章的彩色页面 那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全彩的内容 那这个时代杂志 左手边有这个1到5 6到10 还有4 5 6 11 14 这个Cover就是封面 所以如果大家从封面开始看的话 我们就点Cover 就可以从封面开始看这一期的这个内容 那我如果要看这个4 16 11 14 也都可以这样子做跳转 就不用回到上一页 点了PDF再跳出去再进来 这样子 你就可以直接点这边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边一到我看完了6到10 可以去做一个选取 然后我们点左上角的结果清单 回到刚刚的画面 那这一期的时代杂志 如果我全部都要 那我们就利用资料夹的功能 一次寄给自己 那我们有一个全选的功能在这边 结果1到29 点共享 点了这个 1到29的话 就可以把29篇的时代杂志都加到资料夹当中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连 刚刚的话呢 因为夹带我们刚刚的练习的题目 你点电子邮件 你就可以把文章呢 寄到你指定的这个信箱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个下载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这么做 所以这个是搜寻的时候 找到的文章 资料夹可以做多篇寄送 最多到500 那如果大家有多篇文章 回到annote 刚刚是介绍一篇一篇的 如果有多篇的 放到资料夹 点这个汇出 这个汇出的话呢 我们可以回到annote 如果是 大家可能有用像一些笔记软体 像notion这样的笔记软体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notion 来下载csv 然后回到notion当中 这个notion的话呢 如果我们资料汇进来的话 可以看得到这边 它就会有列出这个文章的 作者这些资料 所以如果我在这个画面当中 我去选取下载csv点储存 这42篇的文章 就会存在excel档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notion当中 做一个管理 所以如果要做一些笔记 等等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完成 所以这个资料夹的话呢 就提供这个服务给大家做参考 可以做多篇文章的寄送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电子期刊 大家可以去查找我们的这个期刊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这个资料夹呢 它是跟我们的学校的认证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存进来的资料的话 它会固定存在这个资料夹当中 我们从刚刚的图书馆网页的整合查询 所进来EDS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资料夹 它就是跟我们的学校那个是在一起的 那这个账号 你存在这个文章当中的 就会存留在这里 你就不用去注册一个新的账号 然后这边有一个我的自定环境 你可以去为自己新增不同的资料夹 所以这42篇的话我可以去颁译 如果有另外一个资料夹的话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平台上的 关键字的搜寻 挑选一些website的文章 还有把文章加到资料夹 汇出等等找去杂志这个部分 跟包含认证APP 那这个我们今天都有提到 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过了50分钟 那我们就预留大概10分钟的时间 看同学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同学们在使用上 刚刚的练习过程当中 有遇到任何问题的话 请大家就是在聊天视窗当中 打上问题 或者是在这个麦克风把它开启 我们可以做一个沟通 那如果同学没问题的话 你就在聊天视窗当中打个0 那我也知道同学没问题 那最后我们再跟同学呼吁一下 就是我们需要同学的名字 然后姓名跟学号 这样的话我们会提供给图书馆 所以如果我们的那个参加者名单当中 资料不完全 有的只有学号 有的是一串数字 有的是英文拼音 或者是只有中文姓名的话 那麻烦在聊天视窗当中补上去 我们可能有同学是后来才加入的 那就麻烦一下 那我先来做录影的关闭 然后看同学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先来做录影 我先来做录影 我先来做录影